2020双十国庆 门诺医院喜逢国庆宝宝 而其中一位产妇 自己是元旦出生 而今天女儿是国庆日出生 她的先生说 前世情人和今世的情人 生日都特么的特别 想忘记都很难 结婚七年的科室夫妻相隔六年半 再度迎来第二胎 尤其是宝宝选择在10月10号国庆日出生 让家人都很惊喜 巧合的是 产妇她自己是元旦宝宝 现在女儿是国庆宝宝 先生说 前世情人和今世爱人的生日 都这么特别 想忘记也很难 妈妈 你是自己的生日是什么时候 我是元旦宝宝 你自己是元旦宝宝 然后生了一个国庆宝宝 心情怎么样 很开心 那她原本预产期什么时候 原本预产期是10月14号 然后提前 宝宝自己选择了国庆日来报到 对 那你觉得这个数字对你们来讲 有特别的意义 就刚好今年是2020 然后小朋友就选择10月10出生 觉得很特别 本来你是希望说可以成为什么 109辣妹 你本来就希望她9号出来 对啊 你是9号下午来代产的吗 对下午来代产的 那她就选择国庆的一天出生 所以辣妹当不成 当国庆妹 也很好啊 门落1月10月10号上午已经有一男一女的宝宝出生 另外还有两位孕妇在代产 还有机会能够赶上国庆日这一天 来当个喜庆的国庆宝宝 接着会幻视报道 好